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初突然在Twitter威胁,对中国进口货品加征关税,令贸易战升级,其后更全面封杀中国华为,企图压抑中国在5G领域上的优势。 不过美国出招杀的1万,自选3千,全球股市因贸易战所累,本月以来已征发近4万亿美元市值,而领头洋美国股市连跌5周,反映科技股的纳斯达克指数纳指更遭遇重创。不少投资界老首都预期这场斗婚会持续一段长时间。 究竟这场战争会累美股残到几时,投资者应如何是好?美股跌势有多急,而累有多深?截至本周三29日收市,美股纳指已至本月三日记录高位累错7.5%,若然至近期高位跌10%将被视为技术性调整。 至于标指则处于或贴近200天移动平均线,若跌穿此水平,将被视为更长线的利淡信号。 不仅如此,反映世价股表现的罗素2000指数自5月3日以来亦累跌7.7%,相较去年8月底高位累跌超过14%。 值得留意的是,世价股倾向教依赖本地经济,原因较不受贸易战所影响,但其弱势亦表现出市场的忧虑,市场移类亦反映在债市场。 美国国债知识曲线倒挂的情况正加剧,近日10年期美债知识跌至低于3个月期票据知识。 差距更创2007年以来最大。 一般而言,债券年期愈长,息率愈高。 知识曲线倒挂即长债知识低于短债知识被视为衰退信号。 外国专家怎么看? 郭尔曼,股市不会崩盘? 摩根士丹利行政总裁郭尔曼表示,贸易战移类令金融市场变得脆弱,股市继续下跌的风险较上升大,但受为经济稳健及中美有望重启谈判,预料股市不会出现崩盘。 他称不会鼓励投资者押住股市向任何一个方向发展。 因为太多不明朗因素,散户在这个时候落着的潜在回报不大,对于美债知识曲线倒挂。 郭尔曼坦然感到担心,但认为美国经济基本因素良好,失业率只有3.6%,通胀亦温和,任何经济衰退也只会是短暂和轻微。 又称若联储局今年内减息,会感到意外。达利奥,处高风险时刻。 恶王达利奥周三在社交网站发文称,中美之间的冲突已不仅是一场贸易战。 美国撤断对华为的供应,相当于朝向出口管制武器发卖出一步。 他俗指,历史显示这类糾纷很容易,发展成超出涉事国家控制范围,变成非常可怕的战争。 被卷入的有国家和领袖都会心心后悔。 而现时谈判陷于僵局,是一个高风险时刻。 麦泊斯,新兴市或受惠,中美两国元首张于六月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会面。 新兴市长支付麦泊斯表示,即使能够达成贸易协议, 双方在可见将来仍会在多项议题包括科技上继续争拗。 由预料制造业从中国外移下,印度,越南和孟加拉或受惠,西格尔,长远价值稳固。 长期美股好友,玉顿商学院教授西格尔认为,美股距离纪录高位不算远, 因为市场正预期中美双方有约80%机会达成贸易协议。 但市场预益变得不明确,相关机会率逐渐下降。 不过,他认为美股长远价值仍然稳固。 太平洋投资管理发表展望报告, 指投资者应避免追逐回报, 同时要保留弹药和灵活性, 以捕捉因市场受干扰而出现的潜在机会, 又预期发达经济体五年内可能出现衰退, 然后仍来缓慢的复甦。 感谢观看